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历史事件的含义不会自动呈现出来 而总是由人来解释的 六月五日清晨的这一瞬间 将成为永恒的历史象征 后来它消失在人群中 下落不明 连姓名都难以确认 对于全世界千百万的电视观众来说 这一时刻的含义非常清楚 这是人类良知与勇气 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 中国政府对这一场面的解释同样简单 只是截然相反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 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 这个唐币挡车的歹徒 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摄像机拍下的这个画面 从西方某些国家的宣传 恰恰相反 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